1980年2月25日 南美小国苏里南发生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军事政变 16名中士推翻了时任苏里南总理的亨克阿伦政府 史称中士政变 行动策划者带头大哥德西·鲍特色 成立军事委员会接管国家 总统表示不承认军政府 不久后也被他拿下 鲍特色是个大老粗 初中没毕业就参军 苏里南国家虽小 治理起来也不容易 因此他找了个有学识有名望的人出任国家元首 此人叫陈亚仙 祖籍广东汇阳 大家好我是飞雄 专事人物一事 见晓鸥男朋友们可以关注我 苏里南位于南美东北部 面积比贵州小一点 人口不到60万 属于县城规模 17世纪中叶苏里南沦为荷兰殖民地 原住民印第安人几乎被图路殆尽 荷兰人从非洲弄来几十万黑奴搞重职员 有些黑人不堪忍受 逃进密林 逐渐形成一个族群 时不时出来袭击殖民者 19世纪后半夜 奴隶制被废除 为维持重职员经济 荷兰人开始从亚洲引进劳工 大量印度人印尼人和华人被招募到苏里南做契约工 一些华人合同到期后留在当地做小生意谋生 勤劳肯干的他们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男人 只能跟当地其他族群通婚 形成混血华裔 陈亚仙就属于这个群体 还1934年出生在苏里南东部小镇 老爹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母亲是当地的克里奥尔人 陈亚仙家庭条件不错 接受了良好教育 这也是华人的特点 富裕后对教育特别重视 从而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 陈亚仙大学学医 50年代后期到荷兰深造 专攻内科 学成回国 在苏里南首都帕拉玛里博一家医院工作 医术高明 小有名气 是标准的中产阶级 这时期 陈亚仙加入追求苏里南独立的党派 但华人骨子里的内敛 使他在组织里显得不是很活跃 二战后 去殖民化是时代潮流 荷兰虽不想失去海外领土 但在冷战两极格局下 不得不允许苏里南自治 拥有跟本土同等地位 荷兰只掌握其国防和外交 苏里南人出生 即获得荷兰国籍 享受荷兰人福利待遇 由于苏里南经济基础薄弱 荷兰每年要给予大量补贴 曾经的殖民者 成了被殖民者薅羊毛的对象 荷兰人较苦不迭 毕竟经过二战摧残 荷兰那会儿也不富裕 逐渐希望苏里南能独立 但当时掌管苏里南的 印度裔党派侯精 坚决不独立 直到1974年 苏里南大选中 代表当地克里奥尔人 主张独立的苏里南国家党获胜后 其领导人亨克阿伦 提出要独立 荷兰人求之不得 立即着手谈 不惜补偿苏里南35亿荷兰顿 也要切割 就这样1975年11月 苏里南正式独立 实行议会共和制 亨克阿伦这帮人 治理能力根本不行 弄得苏里南乌烟瘴气 经济衰退 贪腐横行 导致大量有条件的苏里南人 移居荷兰 不过也有些在荷兰的苏里南人 听闻国家独立而回国效力 其中就有后来发动军事政变的 德西鲍特色 他1945年出生在苏里南南部小城 有中法和非多种血统 初中没毕业 鲍特色移居荷兰 被征入荷兰皇家武装部队 在军事学院结束专业训练 之后在荷兰驻西德军事基地 服役多年 1975年苏里南独立后 鲍特色带全家回国 本意想帮助建设苏里南国防军 自己也能搏个风漆因子 结果掉进坑里 独立后仓促组建的国防军 只有千把人 管理混乱 面对毛随自建的海归 鲍特色 给安排了个中式军衔 就不管了 中式虽是当时苏里南国防军 最高军衔之一 待遇却很低 鲍特色有点憋屈 熟悉国防军环境 结交了些朋友后 开始搞事情 1979年 鲍特色等人 组建一个类似工会的士兵组织 要求提高待遇 被总理亨克阿伦认定为非法组织 下令警察抓了几个头目 在欧洲见过大市面的鲍特色 决定鲍而走险 1980年2月25日 被抓的几人即将接受审判之前 鲍特色率15名中式发动军事政变 占领苏里南中央警察局和总理府 亨克阿伦被关进监狱 鲍特色成立军事委员会 自认首脑 接管一切权利 跟大多数军事独裁者不同 鲍特色此时多少还有点体面 觉得自己文化不高 直接上手管理国家不太合适 大概是看邻国归亚纳总统中亚瑟 是华裔的缘故 鲍特色选择了当时正在医院坐诊 远近闻名的内科大夫陈亚仙 出任苏里南总理 当然也是看中陈亚仙 没什么根基好控制 陈亚仙过去虽不热衷党派活动 但能力并不差 担任总理后 很快拿出一份偏左翼的内阁成员名单 其中包括两名军事委员会成员 鲍特色大感满意 8月苏里南总统因不满鲍特色 被拿下后 陈亚仙兼任总统 尽管实权在鲍特色手里 陈亚仙仙仍然想为民众做点事情 试图推动鲍特色结束军事独裁 还政于民 然而尝到权力滋味的鲍特色 怎肯轻易放手 两人间逐渐产生矛盾 1982年2月 陈亚仙被迫辞职 为避免被干掉 他选择主动自我流放 最初生活在美国 但同年12月8日 15名包括学者、律师、记者、军官在内的人 以反对鲍特色而被残酷处决 此事导致苏里南受到国际制裁 在荷兰的苏里南人成立反抗组织 邀请陈亚仙来做领头人 领导反对鲍特色的活动 月底陈亚仙抵达荷兰 将组织改组为苏里南解放委员会 出任负责人 最初他想通过和平方式 推动苏里南国民议会罢免鲍特色 这显然不太现实 一群文官在手握2000士兵的鲍特色面前 一点办法也没有 为此陈亚仙还遭到报复 1985年3月 荷兰苏里南解放委员会办公室 遭到袭击 袭击者可能不太熟悉情况 错把隔壁当作目标 造成三名无辜者遇害 陈亚仙躲过一劫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苏里南国内出事了 1984年4月 鲍特色的保镖之一 罗尼·布伦斯维克 因要求加薪被开除 之前欠他的工资也不给 罗尼一怒之下 组建丛林游击队 开始只是几个人的犯罪团伙 通过抢银行获取原始资金 招兵买马 于1986年7月 打着将苏里南从军事独裁中解放的旗号 正式起兵 苏里南内战爆发 陈亚仙带领解放委员会 在这个过程中 筹集资金支援罗尼的丛林游击队作战 苏里南内战规模虽不大 却动摇了鲍特色的统治 长期国际制裁下 鲍特色手头缺钱 没钱就没法养兵 为此他甚至参与贩毒 最终在时代洪流下 他不得不让步 取消军管举行大选 1991年年底 苏里南大选后 鲍特色失去权力 罗尼率丛林游击队投降 苏里南恢复为正常国家 1995年 陈亚仙回国 年过花甲的他 不再过分正事 回归内科医生老本行 治病救人宁静度日 1999年因病去世 终年65岁 他的人生经历 在南美华裔奋斗史上 写下浓重一笔 陈亚仙去世这一年 鲍特色因贩毒 被荷兰法院缺席判刑11年 不过他之前是苏里南国家元首 无法引渡 到了21世纪 鲍特色东山再起 两次以正规渠道 当选苏里南总统 而曾经跟他打过内战的 罗尼布伦斯维克 经历更为精彩 投降后做过商人足球运动员 议员 后来成为苏里南副总统 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着实令人称奇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 下期再见